消防弟兄每天为了保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火场出生入死 为了提高救灾的效率与安全性 只靠装备升级更新还是不够 尤其在经过新屋跟进棚大火事件 多名消防殉职火场 让桃园市消防局痛定思痛 首创亚洲引进美国的事故安全观体系与训练 那他这个部分 他要帮忙我们的指挥官 在全力来抢救我们民众的生命及财产安全之外 还有一个人可以来帮忙他 把这个所有的安全的注意事项 有没有其他一些风险来做一个提醒 那我们目前引进的这个训练 那他也是全亚洲的唯一的一个引进的 那他在美国已经推行了大概40年 那也成功了大概阻止了 近70%的一个人命伤亡 那他的成效是非常好的 现行消防体制有安全幕僚 但安全幕僚要同时进行人员器材 无线频道区域任务等检查作业 无法兼顾火场变化与环境评估的动作 因此需要事故安全观来监控火场状况与应对 以降低现场消防没注意的威胁 长达200个小时的训练也让参训人员受益良多 针对于我们在一个火场 实际火场散篮柜的一个体验 它是实际在于我们在一个火场 高温500度至300度的一个环境 实际体验一下火热烟对于消防人员的危害 然后进行让我们了解到消防人员在现场的实际危害为何 然后可以提升到消防人员在活摘现场的安全要更加提升 事故安全观受训学员完顺后要先实习操作考核 未来配合人力增补情形将更进一步的派赴各大队 希望既有安全观制度的推动 持续减少各类灾害所造成的损害 保障市民安全 也提高消防人员的救灾安全性 记者来我一桃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